本國4月份的通脹率下降到2.7% 食物價格出現放緩情況 五有食品價格專家就預計 隨著央行下調利率 加上消費者預期心理 今年下半年應該有進一步的 食物價格下調的空間 記者占善雲報道 對比去年12月 不少食物價格在今年4月有下滑趨勢 好像蛋、豬肉、番茄和白米等 專家指除了牛肉、海鮮和烘焙類食品等價格依然高其外 其他食物價格都有放緩 他認為通脹減退 加上消費能力下降 有助超級市場調整價格 專家表示 央行減息的決定 對食品市場亦是一個好消息 他預計食物價格會在下半年進一步下降 但專家也指出 安省由於市場競爭較激烈 加上運輸成本等因素影響 物價的升跌不是很明顯 我們看過澳大利亞的價格 他們並沒有增加在加拿大 甚至在加拿大的消費者 逐漸發現一些小型超市 亦都可以提供優惠的價錢 加大了市場的競爭 有助食物價格放緩 而市民都分享了他們買菜時所感受到的壓力 有一點跌少許 但基本上都沒有跌 都不是太降了 但我買的 我看字買的 我買少許東西 不買那麼多 蔬菜便宜了 水果也便宜了 沒有 只是覺得它越來越貴 專家也表示 樂見更多大型連鎖超市到本地投資 增加價格競爭力 Omni News記者 詹仙雯報道 vi至於虛布